李白一直是个人气很高的英雄 不仅颜值非常高 同时他的技能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 让很多玩家都会喜欢这个英雄 然而李白虽然好用 但也并非没有英雄可以制服他 今天就给大家讲讲天克李白的英雄 用他们打李白简直不要太简单 首先就是基本所有刺客都害怕的鱼姬 鱼姬因为二技能有免误伤效果 所以刺客去切他会吃大亏 同时他的大招是有减速和高额伤害的 不仅切不掉鱼姬 还有很大可能会被秒杀 所以说刺客想要打鱼姬的话 一定要等他二技能放过后再上 那样就算他大招能够打你 但胜算还是会大一些的 要说到法师里面最克制李白的英雄是谁 那么显然非张苗莫属了 毕竟李白的可操作性最高 但在张苗面前却是毫无用武之地 靠近就是一个强空大招 把你捆得严严实实 再配合上队友和二技能伤害 秒秒左的时间就可以把李白秒掉 真的能让用李白的玩家与苦无泪 工本的大招基本是每个射手都怕的 乃至所有脆皮都比较怕工本的大招 包括李白 虽然李白可以来去自如 但如果工本算好时间 直接一个大招上去 普通李白玩家一般是躲不掉的 当前版本暴击流工本的伤害 也是出奇的高 基本一套就能秒掉李白 工本打李白也是非常浮复的选择哦 对于克制李白这个问题 你有更好的人选吗 快在留言区分享分享吧